喜欢看新根水晶头的,不要错过咯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看我这两颗兰花 一大一小一高一低 为什么把他们两个同时说呢 大家看一眼 这两颗对我同样的状况 它要长出来了,它要越狱了 它们要超过边界了 哇,这个很壮观 这是我的小章鱼兰 小的是石豆兰 看这个小章鱼兰 很多人可能很喜欢看这个新根的样子 这个水晶头,长得非常好 我时不时的就给它们喷一点水 所以今天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像这个小章鱼兰 我是觉得真的是很粗生,很好养 你看它现在就是不屈不挠的 爬这个边上,它都还要长这么多的根 这个肯定是到时候要给它挪一下 要换个盆,或者是给它们分盆吧 到时候我再看 现在我是觉得不想动它 等它先这么长着吧 它这个根上我觉得过段时间 我再给它弄 看这个水晶头 很好看 晶莹透亮 看到没有 长势非常喜悦 很可爱 很可爱的根 他们其实 其实这个样子的就是 确实是 这个盆可能也是 它是待不住了 它想要出来 然后它生长也是非常的旺盛的 我这棵小章鱼兰 确实你看长这么多杆子了 应该是可以分盆了 到时候再说 今天只是它这个 长的这个态势给大家看一眼 我觉得很好玩 一个一个一个的都真的要出来了 我觉得小章鱼兰确实是也是非常喜欢 就是湿润的环境的 像我这个就是水太重的 就是基本上会保持这个盆土的一个湿润的状态 然后不会让它特别特别干 当然它这个呢 因为它的这个甲铃镜是太有储备的 所以它实时干一些也没有关系 这是可以的 只是我是觉得像这个甲铃镜就是像它的仓库一样 就是你不要老是把它的仓库掏空 然后我觉得就是支出和这个收入和这个支出 一定是要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我觉得会对植物比较好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太消耗它甲铃镜的这个能量了 然后呢 及时的给它补充水和养分 那么它的植物就会更健康一些 就是你时不时的就把它掏空了 让它过多的去消耗它这个甲铃镜的这个状态 那么它整个植株呢 可能就升到你的态势或者什么样 就不会太好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就上次我做的那一期关于这个 文心兰那个甲铃镜怎么能让它更饱满里面 我也讲到这个概念 就是它就是一个仓库 然后咱们不要让它的仓库里面消耗太多 然后保持它这么一个饱满的圆润的状态会比较好 这颗铃镜确实 哇它真的是长得特好 好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小可爱 这个小可爱现在它也是要爬出来的状态 它想要出来玩什么出来看看 然后现在它也是长了一个小鸭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新的甲铃镜吗 还是我觉得应该不会是花 之前给大家看过花 因为我这是我的第一颗石头了 之前给大家看过花 它就是从这个杆子上面冒出来 应该是从这个结的这个根之间 这个冒出来 不是从它这个甲铃镜上面冒出来 然后一个细细的一个梗 然后上面一朵花 是这样的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我发现这个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个甲铃镜吧 我只是猜测 到时候再看吧 这个呢石头栏 我觉得像这种石头栏 它也是真心的 我是觉得它很喜欢湿润 我记得有我在网上也看过 有人会在那个水族箱里面 就造那种微景观那样的 它会把这个放在那个水族箱里面 就有周围都是苔藓那样的 然后离那个水很近 就一直是潮湿的温暖的 那么一个状态的这个环境下 它也长得非常好 我觉得我这个也是 我给它的 你看现在的状态也是不错 甲铃镜也是 它的这个都是非常饱满的 晶云透亮 然后它叶子 我也觉得一片叶子 我觉得石头栏真的很可爱 它也不大 就是一根手指头那么长 然后很可爱 它这个样子 然后一片叶子树的 我觉得也挺精神的 我觉得它的养护也是 我觉得它非常喜欢湿润 所以当时我也是 我做石头栏那个视频也是分享 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新手 非常友好的一种兰花 而且也非常适合 就是爱给植物浇水的人 你看我现在养护 我就原来那个盆 我没有动它 大概也就是和三寸四寸的盆 它里面就是有一些 石头啊树皮什么的 我只是给它加了几个 这个火山石放在上面 因为上次弄的时候多了几个 我就随手把它放在这里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没有换盆 然后呢我现在是给它浇水 然后它的水会渗透到这个盆里面 我不会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水 给把它倒掉 我就会一直留在这里 现在这里面有点脏 我会把它一直留在这里 然后等它干了 然后我再浇水 甚至不等到下面干 我也会页面多喷喷水 平时根啊露在外面的 像这些地方 我都会给它喷水 我觉得它是非常喜欢 温暖湿润的这个环境的 非常洗水的一种蓝花 我觉得它不怕浇水浇多了 那当然可能跟你的植料有关系 像我这个植料 我发现它是有不少的石头的 它的植料的这个保湿性 保水性吧 不算是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采取这种方式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纯水太阳的话 那可能你就不能让它过分的湿 或怎么样 但是我确实看到不少人 在那个水足箱里面 就是那么长 一直那么放转 你想它那个湿度 要比这个大得多 但它也是长得很好 我相信它 可能你只是用水苔养 你多给它浇水 我相信也不会有事 我是这么分析 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我觉得它那样子很可爱 等它爬出来 我到时候再说吧 看看换盆 或者换个更大的盆怎么样 好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两颗 它们要越狱的这个兰花 期待它们长得更好吧 到时候它们有些 之后一些什么动向 我再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祝您开心 再见